你真的患有高血压吗?或许只是你的身体渴了,中国共有2.71个家庭,据估算,中国高血压患者人数也约有2.71亿,这意味着每个家庭中都有一人患有高血压,其中有90%到95个高血压患者是原发型高血压,意思是说,这群人的高血压发病原因尚不明确, 水是最好的药医书,带来了世界性能影响,他的作者,美国著名医学博士F.巴特曼,在其中写道原发型高血压,是身体因为水量不足而进行自我调整的结果,第一,高血压,宇宙夜节律,大家多多少少都听到或看到过,建议每天早上起床要喝一杯水的话,尤其是对于高血压患者,医生会对这句话格外强调, 因此便不得不提到血压的宙夜节律,宙夜节律是一个时间生物学概念,内人性是它的决定因素,但是它也会随外界环境周期变化而变化, 比如睡觉,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,就是一种昼夜节律,天放亮了,人从睡梦中醒来,这是一天中精力最充沛的时候,随着天色进来,精力也逐渐消耗至最低,困意相继续来,人进入梦乡, 简单来说,这是一种自然规律,谁都无法改变,时间生物学家Sancturius研究发现,人体内几乎所有的生理学变量,都有自身的生理周期,血压也不例外,它具有明显的昼夜节律变化, 早上醒来,血压开始上升,在白天会出现两个高峰期,上午6点,10点,下午4点,8点,也就是说早上起床,每个人都会迎来身体第一个血压高峰期,晚上睡觉期间滴水未尽,身体的水分随着汗陷,呼吸,尿液逐渐消耗,使得人在早上的血液粘稠度最高,血液也不稳定, 美国医学家们在对猝死患者的回顾性调查中发现,大多数患者都猝死于清晨,于一流二,一个与血小板有关,一个与血压高峰期和夜间水分消耗有关,这也是清晨起床喝上一杯水的重要原因,有高峰,自然有低谷,中午1点,2点,晚上1点,2点,是一天中血压最低的时刻, 每天高峰期和低谷期的差值,可以达到40毫米拱住,这是一个什么概念,如果你的血压在140毫米拱住,那么你仅仅是位于高血压的临界之上,假如为你添上40,使你的血压变为180毫米拱住,这个时候就比较刺激了, 医生会建议你没事别出门,能坐着就不站着,身边随时随地,有人陪伴,二那雨水,任何一个医生,都会对自己的高血压病人说,注意饮食清淡,少放盐, 2010年自然杂志刊登一项科研结果,研的咸味呢,研的主要成分却呢,一克呢等于2.5克研,那摄入过多,是必会升高血压,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,美国的高血压问题便日益严重,四分之一的美国人患有高血压,研成功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, 在研堂之,食品巨头是如何操纵我们的中,有这么一句话,美国人食用的那过多,超出了人体所需的10倍甚至20倍, 这个量远远超过了人体的承受能力,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,建议中国居民,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超过6克, 大概一个啤酒瓶盖的颜量,目的就是为了限制人们那的摄入,但现实却是, 平均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,是这个基础的两倍,所有的食品包装上,都被要求明确标出那的含量, 足刻见那对血压的影响,和中国高血压的研究形式, 说到那,就不得不提到甲,因为甲能降低细胞中那的含量,从而降低血压, 它和那有一产风花雪月的故事,一个位于细胞内叶,一个位于细胞外叶,实力相当,各自安好, 两者之间保持着一种平衡,但如果那摄入过多,会打破这种平衡,造成身体高那低脚的现象, 甲便不能发挥它降低血压的作用, 肾脏这个禁止金泽的小可爱,会想法设法把多余的耐排出来,增加你上厕所的次数,导致体内水分丢失, 这也是为什么人吃甜,能会想多喝水的原因,喝下去的水,用来扩充血容量,血管壁的压力增加,血压因此增高, 高血压最常服用的药是利尿剂,塞琴,影大帕岸,罗内质等等都是利尿剂, 患者服用它们,利用尿液排出纳,身体逐渐缺水,造成口渴想多喝, 而巴克曼博士甚至还在书中写道,水就是最好的天然利尿剂, 只要高血压患者排尿充饭,就应该增加饮水量,不需要什么利尿剂。 三,微小温死团水,或许你会觉得, F巴特曼博士的话过于武断,但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, 最近南派三叔的沙哈正在热播,一群人在食物和水都, 很紧张的情况下,在沙漠中艰难的寻找古同经, 里头有一位叫曾爷的人,他看着饼干说过一句, 这么干,谁也得下去啊,我只想喝水。 古人云,明以食为天,一个健康的人,不吃食物可以熬过一到三个月, 但如果没有水,在四天之内就会死亡。 当人不吃不喝,一段时间后,食物和水同时摆在面前时, 最先选择的一定是水,因为身体对水的需求远远超出人的想象, 人体内三分之二都是水,脑组织中85%是水,细胞内80%到90%也是水, 含水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少, 器官也会相应缩小,比如到了70岁左右, 肝脏会平均缩小11%,20%。 当人感到口渴时,已经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, 刚开始口渴,体温的调节功能和体能会受到影响, 随着口渴程度的加深,会出现失欲减退,血浓度增高等情况。 1991年,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巴格·雷德国科学家奥文内尔和伯特·萨克曼, 他们研究发现细胞膜上水通道只有2纳米。 2003年的诺贝化学奖得主彼得·埃格雷拍摄出了水通道的彩色照片, 再次证明细胞膜的水通道仅为2纳米。 DUF是建议药卫生理学会荣誉, 医学专家陆将基于此理论,依靠技术将水进一步变为微小分子团水, 使其进入细胞更加方便。 根据他们提供的数据, 老年人在引用微小分子团水2、6个月后, 收缩压与输张压的差值,从70到110毫米拱柱, 降低到35到50毫米拱柱, 这充分证明了水对血压的重要性。 但这并不是说要高血压患者率及停药, 而是希望能够引起患者们对水的重视。 DUF是如何喝水? A,算出自己的每日饮水量, 你的身体需要水的作者巴特蒙·赫利迪博士, 建议每人每天补充6到8杯水。 除此之外, 还可以用公式体重公斤除以32计算出自己每日所需的饮水量。 比如, 一个人的体重是64公斤, 那么他每日的饮水量大约是2升, 大概是瓶矿泉水的量。 B, 过量饮水的危害, 计算出自己的饮水量后, 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可以超过这个量。 之前看到一则新闻, 一位医生建议某位高尿酸患者多喝点水, 促进尿酸排出, 结果这位患者想法太多, 每天喝到了大概10瓶矿泉水的量。 在某一天突发生衰竭, 被紧急松亡。 国际最佳营养学会创始人, 帕特里克霍尔夫的说过, 日常饮水超过身体的需要量对身体有害无益, 因为过多的水会给肾脏造成负担, 并可能导致水中毒, 极端情况下还会导致死亡。 C,喝拿中水, 可以选择果汁和不含咖啡因的饮料, 最好选择的矿泉水, 纯净水, 温度适宜的白开水, 是营养学家们最推崇的。 但是, 隔夜的水不建议饮用。 B,如何判断自己需要喝水, 千万不要等到自己口渴再喝水, 尿液颜色是判断身体缺水程度的不错选择, 正常的尿液是略大黄色透明或白色, 颜色越深说明缺水越严重。 一, 怎样喝水? 早上起床先喝一杯水, 如果是低血压和湿适量的加一点盐, 低血糖可以喝点蛋蜂蜜, 平时最好手边有一个水杯, 时不时的喝下几口, 理想情况下, 二到三个小时能喝下一杯200毫升的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